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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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陳鑫 編曲呢? 這是第一標 到底有多少標 什麼時候會結束施工發包的 施工發包都非常名聲 施工工期就會往後延長 對我們有很大影響 所以想要知道 何時你們會把所有發飙 最後公期是什麼時候 下一章 請開發單位說明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包括時辰的說明 還有我們的樹堡會議96項保留 行道樹不移植 請問我們怎麼能確保 這個樹木移植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容納整個基地其他移植過來的樹木 然後再下一個是樹木移植後的保利計畫 多久尋查一次 確保移植的樹木有被照顧到 那負責的單位是哪裡 下一章 還有因為那個 我沒有去參加什麼禮幹事會議 所以我沒有這個資料 剛剛才聽到 所以我還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社福的樓地板面積 佔所有樓地板面積 麻煩寫一下 因為我想知道答案 社福面積佔所有樓地板面積的比是多少 那社福機構安置人員 佔公宅進駐人員的比例是多少 為何社福八人房六人房 這樣的話不知道要怎樣才能休息 那為什麼公宅是一人房二人房三人房 我沒有聽清楚 我有聽到一人房 但是我聽到社福有八人房 那八人房到底是幾間啊 都是八人那 所以我感覺上社福的面積 所佔的面積可能非常的少 那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樣的規劃 那猜除 這是第一個類型的問題 第二個類型是 我們猜除平宅的時候 連青山公園 連我們原來的青山公園都猜了 那青山公園多麼的漂亮 多少年了 綠郁蒼蒼 還有涼亭 還有打球的地方 打籃球的地方 全部都拆掉了 那希望這一次 拆最後一棟平宅的時候 我們旁邊還好 還有幾棵樹在那 還有幾棵高高的樹 欸 拜託一下 不要把它也拆掉了 實在是非常的傷心啊 這麼漂亮的一個公園 給你們搞成這樣 那上次拆那個平宅的時候 也沒說要拆青山公園 如果當時說了 我們一定跟你拚命啊 就這樣不明不白的 我們的青山公園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這次的施工說明書沒有上網 那只有少數幾位民眾有去你那兒 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像我的話我不知道 所以可不可以請開發單位 注意一下 下次你們要開會的時候 這些相關資料 是不是上網一下 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勢力的人都不知道 還有我記得 我記得林周明曾經承諾 說這個所有的建築都是綠建築 但是這次的說明會好像沒有提出來 我們上次也說 我們要蓋得多麼漂亮 讓我們這個地方變成那個 信義區台北市的一個很棒的一個地標 那我不知道至少綠建築 這個是不是提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 上次提的好像是最高的 綠建築 綠建築 好龍兵的時候 有提到公共設施 那我想知道在這裡 除了社福還有公宅以外 還有多少是屬於公共設施 佔所有 一共是幾層樓 我們沒有聽清楚 28層樓 27 那公共設施呢 佔這個27層樓的比例是多少 它設施有多少 那這裡的公共設施有哪些呢 有圖書館嗎 有活動中心嗎 是到底是有些什麼東西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除了公共建築 除了社福 除了公宅 還有哪一些是我們平民百姓 我們住在這兒的鄉親們 可以利用到的公共空間 請說明 謝謝 我們請第八位 劉慧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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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慧柱先生在不在 沒有在場 我們就請下一位 那我們請第下一位 蔡貴心 蔡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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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今天是施工說明會 跟我們民眾比較有關心的 就是这个施工到底对我们居住环境 居住在这边附近的居民 这个生活一定会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这个施工在挖人里面有这个联系壁 在捷印来施工的话 如果那个市政府的官员临到福德街去 他们的真的是苦不堪言 那个噪音而且讲话都很高声辈 人家说你怎么要大声 因为捷印在那边施工 那即使捷印在那边施工 那个中华工程是他们的下面德标厂商 企业是打的24小时 那个捷印级都不顾人家的生活 20小时都不用睡觉 所以最后民众很多去反应 打1999最后才调整到10点 让老百姓可以睡觉 这一点我也希望防仓能做到 你联系壁在施工的时候 就是不能超过10点 希望有一个会议记录 再来你联系壁做完了以后 是不是你到晚上7点 就应该给让人家有个喘息的 因为你这个工程一定会造到很大的 要影响要三年多的时间 另外你们工程你们比较专业 那个车子进来时候换低一点 不要车子停了 我一直在发动 再来我也请那个房商跟多花局 你们实际来这边有时候开完会 就走了 最后老百姓在受苦 希望有个喘息的机会 礼拜天让人家休息 礼拜天让人家休息 不要施工了 工人一立一休也要休息 老百姓也要休息 另外照应跟飞城 照应飞城刚才已经有讲到 有那个显示看板 跟网站的呈现 再来就是那个交通 这个挖土车 不要让他 我希望黄章的品质很好 科匹上任拆那个中校系路 那个桥的影桥是你们拆的 火杯很好 希望能够保持 不要让他挖土车排整排 大家在那边 其他的老百姓的车子 没办法动 福德街结役在施工 他们没有在 他们也秩序很好 希望说不要让他排整排 另外 平载在施工的时候 很多那个挖土车 会乱窜 他没有那个耐性 我希望防灾人管理好 你们这个挖土车的包商 要看你们 你们那个 可别管控 再来 刚才有提到 我也谢谢 警卫书议员 还有詹马拉议员 这边 那这个礼拜 礼拜三 我们跟 我们跟那个 我们在 成立为议员办公室 都包局长 就是因为 民众来反应 没有动员了 他 因为老百姓 斗不过市政府 已经变成特定 算用区了 可是 我们还是一直在争取 结论 我论一下 以105年4月15号 都市计划书 全区未来开放空间 将 原有1.6公顷的公园用地 提高为3.4公顷的 法定公共空间 将延续为公园使用性质 他特别强调公园使用性质 就要看杜花级的执行力 上序延续为公园使用的法定公共空间 应设置 休憩的运动设施 及共农室的邮聚 详细的设置 会跟我们大人里 办公室再做个沟通 上序延续为公园法 使用的法定公用 公共开放空间 需保留广时明真的意向命名 当然他蓝侧有1.66 有含有有屋顶式的开放空间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定站在老百姓这边 我们也希望当作中间的桥梁 扮演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 我希望杜花级也确定 做好这个监测 结论就是连续币 不要在24小时施工了 请晚上10点 连续币结束以后 施工完以后 是不是晚上7点就收工了 礼拜边也让工人 老百姓可以喘息 还有挖头车 也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下请最后一位 洪敏忠洪先生 我回到最后一章 你们的施工日期 那个PowerPoint 你们的施工日期 没什么事啦 施工日期好像写错了 请你写错没关系 但是动工一定要进行 确实到这个计划进行 不过刚刚提到那个 施工的这个困扰 拿那个捷运来比 我认为这个有失偏颇 因为捷运的施工 是紧贴民房 那我们这个施工 你看到了 开工日期 你已经开工了 那个 关灯好不好 这个工地 第一个 离北侧距离60公尺以上 所以距离遥远 不用怕 不要把我们居民搞得发神经病 左侧 距离大概15将近20公尺 所以跟那个 捷运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个不要这样照耀吓人 第二个 所以你的施工的时间 我想为了快点快点进行 你也至少比照那个 捷运到10点 赶快赶快弄好 赶快不要再延误了 谢谢 对不起我才问一下 那个 民主社会的风度 每一个都有花言 我不会讲理造谣 所以大家有风度 因为老百姓叫花言 这个就是民主的素养 所以請尊重人家 不要說別人講話都是花言 這樣子問題 謝謝 謝謝 那剛剛那位劉女士 你曉得還是劉先生有沒有來 還是沒有來 那我們這部分我們就先做一個 回應和說明 那對於剛剛提到的 像 標期的時間 和未來的公期這部分 那我會請我們劉科長這邊做一個 總體的報告 那對於這個儀宿的部分 如何監督 如何讓他這個好 那我們待會請文化局這邊再說明 那對於這個社務設施佔樓地板面積 或者是社務設施裡面有住八個人這部分 待會兒 是不是請社會局這邊再做補充 那整體的部分 剛剛講的建築的部分 綠建築我們確定這一棟是黃金籍 黃金籍 因為綠建築有分很多等級 那這個部分是確定 那智慧建築是銀籍 那其他的標章 包括奈政標章 其他的這些標章 我們待會都會取得 那另外對於這個 您提到青山公園籍的 是不是平宅旁邊的那一塊還是哪一塊 還是哪一塊 這部分待會有說 就是平宅中間內 中間內 那我們因為有保留的這個60公尺的這個 整個開放空間 所以它那個開放空間是會存在的 那另外一部分 蔡里長這邊提醒我們的 那包括連續幣的施作時間 星期日的施作時間 然後還有一些車子 工程車的這個 是不是等待的時候能夠熟火 或者是這個 車子的並排 或者是說排列的部分 不要阻礙到交通 相關的監測的部分 如何處理 那這個部分我想 待會請黃昌一定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是先請這個 衛科長這邊先做說明 再來請文化局 再來請我們的社會局 再來請這個 黃昌 各位民眾好 今天雖然我們是介紹的是 一標的工程 那我想大概很多人 對於整個園區的配置 其實有很多的疑問 我稍微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個我們現在目前的配置 我們現在目前整個園區是5棟 A B C D E 我們用這樣子的名稱來取 那A棟就是比較靠近捷運 底下的那個 那個現在目前規劃是 這個地上13樓 地下4樓 那那一棟其實主要是驅公所 未來的星域驅公所 會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在那個地方 還是設置了福德派出所 所以那個地方還會有一個派出所 所以因為派出所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應該要非常的安心 那另外在那個A標的這個地方 也有這個圖書館 所以剛剛大家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圖書館的設置 所以確實我們在A標的部分 有圖書館在裡頭 那B標的部分 我們是整個是一個參見單位 它裡面沒有公宅 全棟都是我們的這些社會局 衛生局 包括了剛剛民眾所提到的 有沒有一些商業設施在裡頭 有一些店面這些 這些在B標也都會有設置 那它的樓高大概只有8層樓 地下是4層 那這兩棟未來都會跟捷運做連通 那它的開放空間其實也非常大 所以這個開放空間 所有的現在所有看到在廣執所有的開放空間 全部都是開放給所有的民眾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會有大家想著說 會不會將來把它圍起來 變成只有這個建築物裡頭的能量 不是全部都是開放空間 那麼再過來另外有三個聚落 C棟、D棟、E棟 分別都是比較高的高樓層 28樓或27樓 那它的下半的大概2、3樓的 1、2樓的部分 都是這個所謂的餐間空間 社會福利就餐 大概有一些商業設施 店面的部分一樣會提供給大家 那整個騎乘 我們D標跟E標比較快 目前這個黃昌跟大陸 我想大陸工程也是在業界二二有名的 那讓這兩家公司來承擔我們目前比較高的這兩個樓層 其實各位是要放心的 因為我們當時在規劃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以最高標準來規劃 所以我們採用了NIDA 我們做基裝 我們用SRC 我們做耐震標章 所以耐震標章就是 一鍵鼠在推所有的標章裡頭 有一塊是針對結構物耐震的這個部分 那會有第三者的結構技師 在結構這一塊做檢照 所以各位民眾對這麼高的建築物 其實是可以放120個型的 結構安全困局 大家決定一定要放120個型 那麼再過來西標的部分 我想未來西標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也是一個NIDA的SRC 那麼A標跟B標它樓層處比較矮 所以它用RC的方式來試做 那整個騎乘 大家比較擔心整個騎乘 雖然D標、E標先行 那它採用的是NIDA工法 那NIDA工法剛剛有提到 對於周邊淋房的影響其實最小 那另外它因為地下室是封閉式的在開挖 所以所有的污染源其實都可以控制在基地裡頭 所以各位民眾可以放心 將來在開挖的過程 大概不會有所謂你們認為的這個程度飛揚 然後整個開放式露天式的這樣子在開挖的這種狀況 樓上樓下是同步的在施工 那因為樓上有繼續在做 所以整個封閉式的一個施工方式 那A標跟B標跟C標 它的這個招標的這個時間大概會落在明年的3月 一樣我們會產生出營造廠出來 那麼市政府也會非常嚴格把關去評選出最優良的廠商來做施工 那整個ABCD整個園區的我們預計2020年要完工 所以大家只要記得這個數字就好 或許每一棟它的時間完工的時間不太一樣 但是整個園區我們預計在2020年要全部完工 開放給所有的民眾可以開始使用這些開放空間 那以上我先做這樣簡單的說明 有關區內受保護樹木的移植以及這個養護的功項還有行程 那也經過我們樹保大會的審議 文化局會以樹木主管機關的立場監督杜發局就是切實按照計畫的內容來執行 以上 社會局這邊補充說明一下回應呼應民眾的一個意見 就是說原則上因為整個就是如同科長所指示的就是說 原則上低樓層的會是相關的設施設施 是考量說因為發生一些天然災害 如果在地震的時候我們如果服務的個案 他比較是屬行動不方便的服務對象的時候 他在逃生避難時是不太容易從高樓層做一個逃生的動作 所以當時在整個廣市開放案的園區設置配置上 我們在低樓層都是一些比較行動方面的一些服務的使用者 那在於說那資源怎麼分配上 原則上我們是考量信義區這一代的一些社福資源 不論是老人、生長者、婦女等等的一個單網 去看一個資源的盤點 那在這裡就是依照低樓層可以容許的空間 我們設置最合適的一個服務的一個空間跟對象 那目前服務的人是整個園區就是BCDE標這四個標裡面 我們總共有14個樓層都是屬於社福單位的一個部分 那原來他佔的比例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樓地板面積的一個精算面積 那原來如果地上面積這五個標總共是102層 那我們的社福樓層大概有14層大概佔10%的左右 當然B標整個八樓層都是屬於社福單位 那比較高的樓層是屬於那種自願服務中心 比較行政辦公室的一個特質的部分 那有關於剛剛簡報上有提到的那個八人房的部分 我們請我們另外同仁做個作用 不好意思喔 那個有關那個八人單元 我這邊社會局生長科 那個八人單元小家它其實是這樣一個概念 它其實是每一個人依照身心障礙者 那個機構設施的標準 它是一個房間 就是一個可居住的空間 一個房間裡面不能大於視床 不能大於視床 單元小家是在個案服務計畫裡面 要讓他營造一個個案服務空間 要去營造讓他在住宿裡面 不是住在一家機構 而是住在一個家 所以說以家的概念來呈向所謂的個案服務計畫裡面的一環 所以說它並不是說我在一個房間裡面住了八個人 並不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說在這邊說明一下 謝謝 那感謝各位給我們一些施工上的建議 那像是說我們在施工的過程 我們有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要依照環評承諾事項 來辦理各項的作業 這個是我們的最高指援 所以我們會把我們所有施工過程 對於居民的影響會把它降到最低 包括醫長講的連續幣 或者比較高噪音的功效 我們一定會設法 想辦法把那個噪音降到最低 不要去影響到那個各位履民上的生活 那晚上我們會盡量 就縮短那個作業時間 因為連續幣 講實在的它是一個基礎工項 那連續幣在膠質混凝土的過程當中 它不能去停止 不能間斷 不能超過那個有一個90分鐘 比如說90分鐘 你90分鐘可能沒有去膠質的話 那它會產生一個斷樁的現象 那連續幣要多久完成 我們連續大概做三個半月 預計大概會做三個半月 那三個半月做完了以後 會開始做膩打的基礎 這個都是基礎工項 那等到基礎工項做完了以後 我相信在過去 對各位履民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包括出土完成以後就會更小 那這個我們當然會想辦法 不要讓它造成斷樁 然後去趕快把它來完成 那至於那個土車的管理 我們一定要做好管理 各位履民如果有什麼意見 如果我們的行車 大型車輛有影響到你們的生活 或影響到你們的交通 或者影響到各位的一些生活上的發生 或一些有不變的話 隨時我們都有聯絡電話 我們的告示牌都有聯絡電話 隨時來我們公地還你 隨時我們會做改進 另外星期天的部分 星期天我們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跟業主這一邊 有訂一個公期 那這公期是每天要做 當然我們星期天 也是希望說 不要有比較多的作業 不過因為 為了要縮短對各位履民 那個影響 把整個座位縮短 所以我們星期天 也是會有安排一些很低噪音的 比較都是沒有聲音的那種低噪音的功效 來做 因為這樣的話 才有辦法來把整個 廣時園區在施工的過程影響 把它提前 讓他們可以提早完成 就提早完成 讓對各位影響 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好 以上施工的報告 謝謝各單位這邊的發言 那是不是再請下一輪 看你還沒遇見 在發言之前 是不是請議員這邊給我們做指導